VIO最近推出的耳機都很高質和很進取 FD5還有FH5S我很喜歡的龍輪 最近推出了這隻FD3 它是一隻很漂亮的雲石紋單動圈耳機 裡面是用到12mm的動圈單元 我們先看看它的規格 左礦是32Ω 頻響範圍是10Hz到40kHz 靈敏度是111dB 單元是12mm全頻的大動圈 每一隻的重量是7g 定價分兩種 普通版是$999 Pro版是$1,499 剛剛提到有Pro版和普通版 其實分別在哪裡 耳機上完全沒有分別 普通版可以選黑色和銀色 而Pro版只有黑色 耳機是一樣的 是耳機線不同 普通版是跟一條4角120深的耳機線 而Pro版就是跟一條8角152深的耳機線 而最大的分別就是8角這條線 可以像FD5 FH5S那條線 前面的頭是可以自己更換的 2.5 3.5 4.4 就是隨你自己的情況去更換 那些頭就跟在盒子裡 我就非常推薦大家 要擁有這條耳機線 因為第一 它這個頭其實很難做 為什麼市面上很多線 都不做這個頭呢 因為要做到一個穩陣 可以這樣給你換頭的耳機插 不是那麼容易 是大廠才做到的 另外它可以換到2.5 3.5 4.4 那你不只可以給這個FD3的耳機用 你可以給其他所有的MMCX耳機用 如果加幾塊錢買個Pro版 就可以擁有這條 那麼方便 市面上又買不到的耳機線 那我也覺得挺值得的 所以我就問代理借了一個Pro版 示範給大家看 那除了Pro版的耳機線是可以換到插頭之外 FD3本身是可以換道管的 即使你普通版都是可以有道管換 那麼它在packing裡面已經附送多一對道管 那我稍後會試試兩隻道管 聲音上會有什麼分別呢 既然玩Pro版當然是將條線 由3.5轉做4.4線 在龍輪那條片那裏我都應該示範過 很容易的 拋開它 這樣就unlock了 接著一拔就可以拔掉那個3.5的頭出來 接著對上的位置 接著落下4.4插 這樣就完成了 原來這隻耳機是非常之易推的 最多用到mid鏡好了 真的不用用到high鏡 剛剛用4.4聽了它就這樣跟來那個道管 給我的感覺是 分析力真的不算高 始終是一個動圈耳機 那些東西是很凝聚的 你不會聽到覺得很闊 很高分析力 很高定位的一些東西 你追求那樣東西 暫時這個耳機未給我 如果聽一些比較小樂器的 爵士或者人聲 它會挺好聽的 但是如果你是聽交響樂 聽一些大棒少少 場面要闊一些的東西 可能就不是這個 大動圈的專長 那我又試試轉轉它那條 原廠的導管 另外一對導管看看 聲音又會怎樣 我想提一提 如果你是不要我 我剛才說的那條耳機線 即是不要Pro版 雖然我很想你要一條線 但是你說 不是 我自己很多靚線 買個普通耳機就可以了 我正耳機就可以了 那你買普通版 可以選銀色之餘 其實它只不過是 999元而已 那你看看 999元12mm動圈 還有這樣的樣子 包裝呢 雖然那個盒子 沒有FD5 和沒有龍倫那麼大盒 其實它的配件是一模一樣的 而它這次就把所有的配件 放在這個 膠盒裏面 好 換了一條導管 聽一下會怎樣 發覺換導管都幾好玩 分別都幾大 對 換完導管之後 它馬上那個聲音 厚了 東西闊了 鼻子爽了 有一點點好像動鐵耳機的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導管可以發生這樣的改變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 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12mm的大動圈耳機 我會用回本身跟來那一對 看回你自己聽歌曲的種類 我自己會喜歡一來到跟那一對紅色 剛剛換上去這對是黑色 總括來說 FD3的外形 造工 和配件 是可以跟自己同廠 高階一點的耳機 就看齊了 而它的外表 還是我自己 見過動圈 單動圈耳機裡面 我認為是最帥的一隻 而聲音上面 它是很classic的單動圈耳機 很凝聚 不會很闊 不會追求分析力 說明你追求分析力 你就別玩它 但是如果你是追求一個動圈的味道的話 你是可以試一試這隻耳機 尤其它得意在可以換一換那個導管 兩個導管的聲音的分別都非常大 如果你自己已經有一些很漂亮的耳機線 那你就不用管了 你可以買回普通版 又便宜一點 999元 還可以黑色銀色 任你選擇 雖然我也覺得黑色漂亮一點 但是如果你不介意收藏多一條耳機線 而且是很換頭的 你喜歡這個功能的話 不妨加幾個水 就要一個1499的FD3的Pro版 有趣的東西 你選擇一下 你選擇了很多人 都會選擇 你選擇 我選擇 一項 你選擇